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啊 咱们要拓展一个知识点 那么这个知识点呢 就是我们在Python语言当中 快速的去查看一个类继承的负类 以及这些负类的层级关系用的一个写法 那么这个写法啊 就是我们找到自己想要查看类的 层级关系的这么一个类的类名 然后呢 用这个类名打点去书写 两道下滑线 然后MRO再加两道下滑线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将会打印出来当前这个类 那么所继承的负类都有哪些 以及这些负类的层级关系是什么 那么在控制台里面都会以打印输出的形式 那么输出给用户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我们去快速查看这个继承关系 那么当然辅助我们 比如说工作中 我们去拿到同事的一份代码 我们不知道哪个类与哪个类之间继承关系是如何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通过打印某个类的MRO 那么即可得到这个类的继承层级顺序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啊 咱们就这样 在有继承关系的代码基础之上 咱们去打印一个类 然后打点去调用杠杠 MRO杠杠 看一下能否得到我们当前这个类的负类 以及层级继承关系啊 好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 咱们回到PyCharm当中来 打开PyCharm 在PyCharm里面 同学们来看啊 我们呢 是不是有一个Master这个类 是不是默认继承Object 那么又有一个Prentice这个类 是不是继承的是Master 所以那么现在继承关系 是不是就是Prentice继承Master Master是不是继承Object 那么这代码非常简单 我们是不是一眼就能看透 每个类的负类 以及继承关系是什么 但是如果在工作情况下 这个代码量比较庞大 我们想要快速的查看 某个类的继承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访问 这个类的MRO 从而得到它的这个MRO顺序 那么接下来写法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来一个Print 为了控制台能够打印输出 那么与此同时呢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目标类 就是我们这个Prentice 然后打点是不是书写 老师说了 是不是--MRO--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 当我们右键Run 同学们来看一下 在控制台打印出来的 是不是就是LayPrentice 然后呢 是不是就是LayMaster 最后呢 是不是就是LayObject 那么同学们来看啊 我们这些类的继承关系 是不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Printice继承Master Master是不是继承Object 而我们通过访问Printice 这个类的MRO顺序 那么得到的是 跟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啊 这是我们代码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眼睛 直接观察得到这个MRO顺序 但是呢 比如说 在工作场景下 代码量一旦复杂了 那么 那么但是啊 比如说 在工作场景下 这个代码量一旦复杂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访问 某个类的MRO顺序 从而在控制台一打印 这样的话 就省得我们来回来去 去翻代码 自己手动查找Lay的继承关系 继承顺序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啊 那么回到笔记当中来 咱们做一个回顾 把这个小单词小功能稍微记一下 好 同学们 打开笔记 那么打开笔记的话 同学们 我们是不是就是 如果想要查看 某个类的负类继承关系 我们把这个类的类名 然后打点调用 杠杠 MRO杠杠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 在由print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控制台 是不是将输出 这个类的MRO顺序 及这个类的负类 以及继承关系 是不是都会打印 显示输出出来 那么这就是老师要拓展的 这么一个功能 那同学们 把这个小写法呢 稍微去记一下就可以了 那老师呢 把咱们的视频啊 稍微暂停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